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成龙大哥不愿意聊寻父 但是聊起自己的父亲却滔滔不绝 还说起了当年为了爸爸痛失几个亿的悲痛往事 二十几年前我们香港还没回归 为了跟爸爸想回中国住 想住老房子就一直在费这个心 那个时候他们要收我是五十万一个四合院 你现在是多少钱 现在五六个亿你都买不到 那个时候是为了没有厕所就没有买 为了爸爸还乡如此用心 成龙大哥果然是孝子中的孝子啊 不过如今想想仅仅是为了一个厕所 成龙大哥貌似痛失了好几亿呀 青岛贵妇黄博最近又放了西本大招 她昨天在微博故事里旋转跳跃分跟头大跳舞娘 引来了舞娘本娘蔡依林 在评论里盖章认证了博哥为舞王 看来青岛贵妇可以随未出道了 两代舞娘之间的故事远不止于此 要知道哲林之前为了表达对博哥的偏爱 还得罪了小心眼的炎王孙鸿雷 和多年老友小猪罗志强 那你觉得这六个里边你最喜欢的是 我自己还蛮欣赏黄博的 偶像 你心上的什么 偶像 我们分人的时候我就感觉说 我们俩应该在一起 对吧 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俩不能说话 我们俩在一起没有期待吧 你知道一看 好家好有什么意思 这感觉好像正多人 好家更好 两位舞娘如此惊惊生气 也许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他们同台尬舞啦 明星在机场被围堵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是王源守正嘎那 就在机场被围堵到盟圈 穿着休闲装 戴黑帽黑口罩的王源弟弟 一出现就被团团围住 坐了27个小时飞机的他 仿佛还没回魂 没了出发前抱着自己那只 掌上明珠的悠闲 只有眼带快乐弟的梦游 快来感受一下 王源弟弟来自灵魂的三联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太热情了 我都有点懵了 你坐了27个小时飞机累不累啊 说实话 累 这次做什么计划呢 我要中文 这次计划 我 对不起 就是工作安排 太多了 我没记不太清楚 对不起 他有没有给你传 传说的东西 哎 同台先怎么准备啊 之类的 这倒还真的没有 我不知道到这个 我们是谁 老大 你看一下 这我还挺切场的 坐了这么久的飞机 实在有点难以应付 接二连三的题目 不过从世界各地 飞来应援的粉丝 也让王源很是开心 偶像手针嘎那 粉丝们用心应援 横幅 灯牌 鲜花 钢铁侠 还有中国风格的宫灯 一应俱全 期待王源弟弟 尽快恢复状态 在湖南上散发 该死的魅力吧 昨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 大家的微博首页 应该都被明星大刊们的 花式秀家人大法刷屏了吧 还没看清 未来公共婆婆的小伙伴们 也不要急 偷条军 带你们仔细去认亲 昨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 也就是传说中的秀妈姐 知瓜群众自然 毫不意外地 被爱德们刷屏了 那么问题来了 结束一天的刷屏 你认清楚未来的婆婆 丈母娘 儿媳妇 女婿了吗 昨天被喊婆婆最多次的 应该就是小凯的妈妈了 小凯在母亲节 这样特殊的日子里 带来暖心又略带 害羞的快问快答 不知道看完后 到底有多少人 羡慕小凯的妈妈 又有多少人 忍不住高呼想家 情惠 体贴 勤奋 我更有天赋一次 无尽的夸奖 只要妈妈喜欢就好 未来半年内 跟妈妈美好生活 就像带妈妈出国玩家 不要 无情节我要送给我妈妈一个礼物 对她的感谢 Dutch Carvana的一个 特别珍贵的一个礼物 送给我妈妈 这是我妈妈准备的一个 黑色的爱心猫包 微发了 妈妈 这个一大语的意思是 妈妈万岁 妈妈一定会很喜欢的 既然小凯不好意思 跟妈妈说我爱你 各位迷妹们 可要抓紧机会 替她说爱你 毕竟是未来的婆婆 婆媳关系不早点搞好怎么行 另一位放心送火饭 黄教主 则是一如既往的 走行公派路线 亲自下厨做菜给妈妈吃 还非常贴心的 分享了自己的手绘菜谱 也是个孝顺又实诚的好儿子了 虽然如今的她已经名草有主 广大迷妹们 措施了一次 管她的母亲和婆婆的机会 但别忘了 还有她和baby的爱情结晶小海绵 未来的大帅哥呀 嗯 这么一想 是不是觉得 有个黄晓明这样会做饭的公公也不错 披克了公公婆婆 我们再来找找儿媳和女婿 最先吸引头条军目光的是 我们的综艺一姐 甲云新女士 别看她人小 可是厨艺却相当高 亲自给妈妈做的萌萌的爱情餐 看上去又好吃又健康 端着小餐盘 懂事乖巧的样子 更是让人忍不住想去捏捏她的小脸蛋 美貌与厨艺艰巨的儿媳妇 要不要了解一下 至于女婿人选 特杜军相信很多人都会选 女神同一鸭的宝贝儿子 这位小朋友可是情话达人 去给妈妈谈班的时候 一言不合就撒糖 夸妈妈是白雪公主 而她是妈妈的王子 惹得压压心花怒放 不过压压在微博上也说了 开心归开心 但她的母亲节愿望 是以后儿子能少气急她 看来这位情话不爱也很皮呀 不过做女婿的话 应该会把女儿捧在手心里吧 如果想提前感受下 未来的岳母是什么样子的话 建议大家看看林允和许娇的妈妈 据两位少女爆料 她们的妈妈比自己还有少女心 林允的妈妈从小就致力于 把她打造成温柔的小公主 现在装修房子 还给女儿的房间放了张宫廷床 徐娇的妈妈就更逗了 通心未敏到炫耀自己玩游戏 拿到了女儿都没拿到的照片 真是可爱本爱了 除了以上几位候选人 还有一大波貌美如花的婆婆 丈母娘儿媳妇等你来认领 比如被陈飞宇晒出素颜照 还夸她最美的陈红 和儿子站一起 霸气十足很有范儿的陈伟婷的妈妈 跟蒋青一起温馨合照的猛式妈咪 让欧阳娜娜继承了好基因的温婉母亲 一两位女神贾经文张子怡的女儿 未来的儿媳妇人选 怎么样是不是挑花了呀 没关系 下个月秀爸爸结继续挑 做人呢还是要有梦想 万一哪天实现了呢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 是不是觉得还想看更多好玩的新闻呢 那就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只要你来看 就会有更多趣闻趣事 等你来挖球哦 在这里要感谢最大的年轻人幸运互动社区 QQ兴趣部落 给我们大力支持 明天中午十一点半 咱们不见不散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